大家好我是旭哥渦可安 歡迎收看旭哥抽轉蛋 今天要抽的是Romancy Saga復活血神的轉蛋 來吧 先來抽一個每日抽 這個好像SS的機率是5% 他好像沒有跳特效 呦呦呦呦呦呦呦 看來是 雜魚 李奇 我是李奇沒錢好滾 這什麼東西 給我滾 好那再來把這個抽一抽好了 我看一下好像很多可以抽的 我這個也有必中SS 那先來抽這個螺旋召喚好了 來吧 我覺得會有SS啊你看是不是 是不是 有特效出來了 來吧來個音樂 呃 艾夏 不錯喔妹子 妹子不錯 不錯不錯 不錯不錯看一下能力 他是有 HP全滿可以造成傷害上升 變成30級的時候 然後擁護 擁健守護的話可以 減少傷害 可是他的 都是HP全滿 好吧 可能在 某些時候才可以派得上用場 因為你很難一直維持HP全滿 大概只有在打那種雜魚的時候才有可能 我是蠻好奇SS的時候特效還是一樣的 還是會有更強的特效 維克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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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新角 大劍型的 都是 比較偏傷害 加傷害 但是有SS大劍藍的 這隻好像 就是倉庫 可以可以加一些那個 其實你角色還是要抽一些就是 他可以提升你的專精技能 就是你把他練 練他的那個風格LV的時候 來了 又是你 這隻已經抽到第三隻了 雖然說蠻正的但是他已經抽 他是天使是不是 小天使變碎片了 小天使變碎片了 可憐喔 來吧 剛剛好像有看到什麼跑過去 這是一個 SS的預兆嗎 看樣子好像 他是沒有跑特效就是A 這個好像就是一種A的感覺 這個雜魚 好你滾 再來 這一抽 到底什麼時候才可以抽SS SS是不是這麼難抽 感覺又是A了 是男人就討厭A啊 卡爾 修行連岩石都要貫穿的卡爾 我只能說很好 是我想把你貫穿的 我想要SS已經是來這個 我想要SS已經是來這個 好吧 再來一抽好了 可以抽 把它抽完好了 是不是有一個好兆頭呢 是不是有一個好兆頭呢 看樣子是沒有的 烈紅 烈紅大人的一擊 不錯喔 也是新角 好 戰鬥愛好者 體術 好像體術的不多 沒了 那來抽一下 後面好了 白金票券 我有300張 那一次抽個5張看看 怎麼那麼多張 打任務就一直送 抽5張是會怎麼樣 他會有跑5個特效嗎 哇你 你抽5張就這樣子一個 無聊的特效 然後 就給我 該不會給我5個A吧 大熊 可惡的大熊 我最討厭大熊了 多拉A夢呢 5個A 而且還有 好像有 兩三個是重複的 兩個是重複的 看一下 這個能力是 尖閉守護還有 絕死判擊 看一下 女角這個蘿拉不錯 這個蠻漂亮的 這個不錯 我喜歡這一隻 他是冰死的時候造成傷害大 然後還有 連吸傷害的時候效果傷害大 其實還不錯 這隻呢 攻擊命送是回復自身HP 還有 OD攻擊是 OVERDRIVE 造成傷害大 我不相信沒有SS 我就來抽一次 再沒抽到就休息了 搞個特效吧 有了有了 有特效好 每次都要加這一句他才會跑出來 再沒抽到我就不要了 再沒抽到就停 然後他就會出來 怎麼這麼叛逆呢 安利 你有聽過安利嗎 雷洋 我是什麼人 我沒聽過 射飛雷斯 喔 翡翠妹子 吸血鬼 吸血鬼是那個劇情的那個 我看一下好了 雷洋 急速成長 然後 落點 集中 攻擊造成傷害大 是劍的 然後 妹子不錯 這個 這支圖面蠻漂亮的 他是杖的 看一下 是呀 唉唷 不錯 他的圖面真的還不錯 這個抽的值得了 雖然他是A而已 誤導 這支可能也是倉庫 但是 光是圖面 這支是吸血鬼那個故事劇情 好吧那今天就錄到這邊 那記得訂閱旭哥的頻道 看旭哥抽轉蛋 那我是旭哥 我可能我們下次見